利富自行车公司捐赠县府警察局30辆警用巡逻机车 陷阱局特别举行政策仪式 由县长林明珍、警察局长陈穆树代表接受 并回赠董事长萧志源抗力感谢壮 先议员尤鸿达、南投县警友会理事长吴国昌 立委许淑华服务处、立委马文君服务处等地方人士 都出席管理 南投县幅为辽阔 市内大部分属于区区山路 为因应紧急救难任务及治安维护 需太久换新达党式警用机车 内附自行车公司 以生产自行车维修工具为主 长期关心教育工作 这次透过财团法人小百科基金会理事长蔡淑基 则持宪服需求 便捐赠30辆警用机车及各式车用配件 总价值约250万元 将分飞至仁爱乡、新乙乡、积极镇、普里镇、南投市等区域 林信长指出 蔡理事长平时热心社会公益 180年至今已捐赠警局巡逻车 正房车共11辆 对直上事业推动不与力 这次亲信 让警局或立委公司 正正30辆警用机车 也显示蔡董事长 在交通安全上的重视 正正车辆适用于远景山区执行 在进行公务时有更好设备 感谢萧董事长与蔡理事长的付出 立副知青车行的董事长 蔡智言董事长 他今天特地捐了30辆的机车 给我们警察局 给我们警察局的各位警员来使用 他今天所捐赠的这个机车 是非常适合我们山区来使用 所以这个萧董事长 对我们警察 这个服务机程 尤其特别在交通安全上 特别重视 所以特地兼了30辆机车 让我们山区的远景 能够在执行公务上 有一个比较好的设备 来提供给他们使用 县长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萧董事长 这么的有爱心 那么维持要让我们兰头县的治安 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让警察在基层服务 有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便捷的这个交通工具 提供给我们的狭心的警员来使用 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蔡董事长表示 唯有良好职人百姓才有快乐日志 立副公司成立41年 需要行有余力时回馈乡民 过去与加勒服合作 办理实务银行 帮助偏销学址 这次捐赠仅有巡逻车 不能帮助警方维持治安 提升卫民服务能力 因为小百合关怀协会 他们跟我们讲说 南投县政府有这个需求 当然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回馈乡里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个捐赠 这样总共差不多250万左右 总金额到250万左右 三十台 因为它是特规的 它是警用的 它有加装额外的配备 立副公司这是所捐赠的 三十辆的警用机车 不仅配备有新车季度器 而且还专制有警用鸣笛 及头盔 与防风夹克 属于搭档机车 是由山区道路行驶 对县内多山的地形相当合适 尤其心意与仁爱两乡 对紧急救担任务 及治安维护 有相当大的帮助 记者陈云志 南投采访报导